烈焰突然窜出 稍有不慎就会被火蛇吞噬 处理船难 山难 外加高空垂降 在狭小空间破门或切割 是名副其实的水里来火里去 消防员不仅得救护救灾 还身兼危险物品管理 招募益销和爆竹烟火宣导等业务 但一人多工就等于剥夺训练时间 让救灾现场承受意外风险 救灾或者是救护 非常需要大量的重复训练 跟身体记忆的职业的要求 一人多工底下 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好他的训练 我可能今天我在进行消防的训练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可能我被要求去做临时的勤募 再怎么训练精良 若法规未落时 消防员很容易深陷陷阱 消防法规定 一旦业者没提供厂区化学品种类数量 平面配置图及抢救必要资讯 可处最高六十万罚环 实际上却缺乏强制力 法规也明定 达到特定规模的厂房 必须有防护计划书 由次为消防编组先行应变 如果最后人流于形式 他们可能找消防队员去做消防编组的指导 但就是去上课 然后拉个布条拍照就结束 就是整个流于形式 那我们就会认为说 这个就是企业不断的在把 他们要在这个获利的赚钱 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成本 去外部化 因为他们每天的工作生产线 每天厨房的量会有所不同 那消防人力也不可能 这个每天都去给他督导 说你今天的量是多少 今天怎么样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还是工厂的自主管理很重要 也就是说这个管理权能 如果他今天没有好好的告知 他的危险物品 储放的位置 场所跟数量 一旦发生火灾 他们要负最大的责任 防灾风险管理 责任在厂商 若要避免业者心存侥幸 落实裁罚及调查权 政府必须加强力道 打开控制主机板 各种微处理器密密麻麻 当工厂管道内出现难以察觉的 闪燃现象时 它能迅速遥控灭火 防止爆炸 这间成立超过四十年的公司 自行研发异爆系统 专门替国内知名半导体厂 石化厂发电厂设计施工 堪称防火业界隐形冠军 火化探测器 钢瓶的电子启动器 能在电光火石的几毫秒瞬间 扑灭闪燃小火花 然而整套系统建置完成 动辄数百数千万 未必所有工厂都愿意买单 热风墙模拟厂房内出现火源 光先侦测到温度后 热成像镜头 自动捕捉红色的高温区域 可远端查看是否为误保 三百公尺外的起火点也侦测得到 业者从德国引进的真温光纤 已布建于欧洲的隧道 石化厂等危险场域 可在七百五十度的火场 维持运作两小时 协助消防员救灾 这些消防队员都会带一个 手持式的热成像到现场去救灾 如果今天我们的工厂都安装了 我们的热成像在工厂内 是不是就可以将影像直接带回到 现场的救灾端 然后就可以直接看影像在哪里 以及受困人员在哪里 名阳大火再度烧出法令虚设的陈鹅 厂商不能只顾获利 将防灾风险由消防员承担 TVBS新闻谢贤熙 戴源丽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